加油的加油 骂的骂 立委丘益今天还爆料说这个霸凌事件内幕相当复杂 包含蔓淫集团逼迫少女下海 背后还有黑道操纵蔓淫集团 跟黑道勾结吃案的警方 以及畏惧黑道势力 想要低调处理 因此才会疑问三不知的校方 那么丘益还透露说这个学校校长 是民进党代理主席柯建明的大嫂 新竹国三女生遭到霸凌 立委丘益上午在立院司法委员会上爆料 霸凌事件内幕很复杂 是厚威尔卖淫集团 有人在卖淫长期黑帮操控 特定的帮派长期存在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这个刘小妹妹就是被逼迫一起下海 她不肯 所以才会被纠纵殴打 秋毅爆料霸凌事件主谋 不只帮卖淫集团逼迫流姓少女下海 父亲还开赌场 背后有黑道操控卖淫集团 会这么肆无忌惮 因为就连警方都跟黑道挂钩吃案 放了内容连警政署长王卓军都不知情 还有人昨天叫他打电话到电视台里面 去帮助这些人脱罪 把方向想要把他误导 有高人在交啊 我请刑事局的人到你那边去 您是不是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我们刑事局 没有问题 就因为疑似有黑道势力替卖淫集团撑腰 秋毅还爆料 被霸凌少女所救赌的学校校长蔡雅雅 一事就是民进党大理主席柯建明的大嫂 就连她都不敢伸张想逼调处理 就是受害的受害了这个女生 学校的校长啊 她竟然对社会说 没事 她觉得这个女生都没事 很好 这个女生牙齿都被打掉了 秋毅语出惊人 强调愿意当被害女生的靠山 爆料内容真实性如何 就靠警方深入追查 初恋新闻杜允志曾玉为台北报道